你看多亂 这是国民党在台湾边的三民主义课本 正宗书举出的 它里面有谈中国共产党什么打抗战 这是蒋介石边的课本 我们那个年代读的就是 上面这样写 中共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而是用民族主义的奸贼 在民族互习运动中 不论是北伐统一时期 或是对日抗战时期 中共一直处心积虑的分化阻挠 破坏国民革命的进展 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 赤化全国 尤其对日抗战期间 中共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士 互相呼应 一方面对我国军 乘虚讨戏 内外夹击 一方面更在社会各阶层 趁机渗透 潜伏善惑 一方面牵制国军的抗日 一方面破坏政府的威信 又一方面煽动社会民众 一方面又蛊惑国际人士 毛泽东对其内部公开指示说 一分抗日 两分应付中央 七分发展自己 七分发展就是使中共借抗日而做大 这是连前变的 蛤 怎么会这样 他在骗我们还是他现在在骗中共 他现在叫克高微调 他现在不是说抗战应该14年吗 对 中华儿女共同抵御啊 对 本来是一分抗日 两分应付国民政府 七分重大自己 现在微调 现在叫 三分抗日 没有 现在叫七分抗日 一分重大自己 两分应付国民政府 他已经微调了 这是我们练的三民主义 他当时是教我们这样 对 是连战教我们的 连战就在去中国这样讲 有着 帮助 对 谢谢大家